猫咪不认主这件事,大家很多人都知道,但国外有一只猫咪,它连续七年独自坐上公交车,还只坐在靠窗的位置,司机也从来不拒绝,乘客们仿佛也知道这位特殊的乘客,并没有任何人驱赶,宁愿自己站着也不会去打扰这只猫咪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大家好,我是老周,这只名叫卡斯帕的大局来自英国,主人生前会带着它一起搭乘公交车,在主人去世后的每一天,它都会独自出门,像往常一样坐上那辆三路公交车,这一等就是五年,从上车到终点,从晨间到日落,一天都没落下,傍晚便自己坐车回家,这件事情还要从五年前开始说起, 在过去,猫咪有个非常疼爱它的主人,主人经常带着它乘上这趟公交车,然后去往郊外的公园散步休息,美好的下午时光总是显得那么温馨,当柔和的阳光照射在它和主人身上时,一切的美好都被定格在这一刻了,对于猫咪来说,这样的快乐时光早就映刻在自己的脑海里,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主人的陪伴和照顾, 猫咪的生活每一天都非常的幸福和快乐,但生活永远是问题叠着问题,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,也不可能一直都无法翻身,对于猫咪主人的遭遇来讲,这一点就恰好发生在她的身上,由于心脏病的突发,这位善良的老人不幸离世了,可以说当猫咪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,一时间是没办法接受的, 一度陷入悲痛中无法自拔的她,反复回忆着自己和主人曾经的快乐时光,很快她想起经常和主人一起坐的那辆公交车,所以在她的意识里,只要每天坚持乘坐那辆公交车,总有一天能再一次见到自己的主人,就这样猫咪乘坐这趟公交车已经五年了,她每天早上十点准时出发,和所有行人一起排队,等候公交车。 而在路边等候的乘客,由于时间的推移,对于这位特殊的小家伙,从惊讶到习以为常,他们知道这只猫咪的来历,也知道她过去经历了什么,因此总有人很默契地保护着她,会主动拿一些食物喂给猫咪,生怕她饿坏了自己的肚子。 公交车司机也是一样,她破例允许小猫咪乘坐自己的车,就算对方有时候会迟到,她也会耐心地等待一小会儿,并重新为她打开车门。 有一天,这只猫咪被一个不喜欢猫的乘客吐槽,乘客给司机投诉。 司机说,你一定是第一次乘坐这一趟车吧,经常乘坐的人都知道这只猫咪,这只猫咪的主人原本每天都会带着猫咪来乘坐这趟车,后来这只猫咪的主人意外过世了,然后这只猫咪就每天都自己来乘坐这趟车。 我看得出来,她是在想念她的主人,所以每次都不会驱赶她,她也不会打扰别人,每次都自己默默地待在车上,自己默默地上车,默默地下车。 猫咪总是很安静地趴在车窗前欣赏着街景,她的眼神中带着淡淡的哀伤,可能也正是因为时间的推移,让她慢慢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见到主人了。 动物就是这样,只要你真心对她,她就会用余生来守护在你的身旁。 猫猫对人类的感情很单纯,单纯到以为你不曾离开,以为你一直都在。 纵使偶尔喜欢调皮捣蛋,但很多人在养猫这件事上却没有后悔过,因为猫咪带来的快乐真的太多太多。 躺在你怀里撒娇,在你身上采奶,冬天给你暖被窝, 站在小猫咪的角度上想想,她能有什么坏心思呢? 可能她只是想吸引你的注意,让你多陪陪她罢了。 毕竟在小猫咪的世界里,你就是她唯一的家人。 在另一个国家,公交站前,一只瘸腿的流浪猫熟练地蹲在地上,等待公交车的到来。 她维持这个姿势已经一个小时了,猫咪这个行为让人很是疑惑,这是准备做什么呢? 据周围大业描述,这只猫叫做溜溜,她每天六点都会准时蹲在这里等待537号公交车。 这让人大为震惊,现在都这么卷嘛,连猫也要挤公交。 正当众人怀疑人生时,537号公交车来了,溜溜急切地跳进车厢,冲着司机喵喵地叫着。 只见大叔熟练地掏出猫粮,一边喂猫咪吃饭,一边给他做马杀鸡,吃完之后还坐在窗户边上欣赏了一会儿风景,他们只能相处20分钟。 这一幕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,大叔跑公交途中休息时,发现了一只瘦骨灵巡的猫咪,正瘸着腿在垃圾桶里翻吃的。 善良的大叔给他投喂了一些小鱼竿,刚开始猫咪还很警惕,看到大叔没有恶意,才大口大口地吞咽起来。 大叔对这只流浪猫很上心,每天都趁着休息的20分钟来陪伴他。 溜溜在大叔的陪伴下身体好转了很多,但是相距的时间很快过去,大叔得去工作了。 当他开着公交车离开时,溜溜拖着受伤的右腿紧追起后, 但是三条腿怎么能跑得过四个轮子呢? 溜溜只能任由公交车离他而去了,但六点的公交站前都会蹲着一只猫咪。 没有大叔在的时间,溜溜都会在这附近玩耍。 虽然少了一条腿,但他并没有对生活丧失希望,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 六点钟,溜溜又准时出现在公交站前,从日出等到日落。 他并没有等来大叔的身影,难道自己又被抛弃了吗? 正当溜溜迷茫之际,一道车影缓缓停下,他一抬头看到大叔正笑眯眯的望着自己。 溜溜委屈巴巴的看着大叔,还以为他不要自己了呢? 大叔从身后给他变出了一个猫罐头,让他美美的吃了一顿,然后又缠着大叔玩游戏。 大叔告诉溜溜自己得走了,但溜溜害怕再被丢下,缠着大叔不让走。 大叔无奈,趁着溜溜不注意,关上了车门,开车离去。 溜溜回过神后,发现大叔已经挥着手,走远了。 他失落地回到了居住的地方,却发现自己的地盘被霸占了。 他尝试着去争夺,但弱小的他,怎么能争得过一只强壮的猫呢? 第二天,大家找遍了周围,都没有发现溜溜的身影。 大叔得知这个消息后,着急忙慌地赶来,嘴里不停地喊着溜溜。 当大叔以为要失去这个一直陪伴自己的孩子时,溜溜突然窜到了大叔身边。 这种失而复得的心情让大叔知道,自己早已经离不开他了。 随后,大叔带着溜溜去医院检查身体,除了右腿的伤需要做个小手术外,身体没有其他问题。 在经过几天的治疗后,溜溜健康出院,成为了大叔家里的一份子。 关爱流浪猫,让他们不孤单。 有时候,动物的感情比人类更加纯粹,他们没有什么利益,有的只是陪伴和他对你的爱而已。 万物有灵,能看到这些,老周很开心,也很感动。 我是老周,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